今天早上起床 馬上就看到了什麼 看到了賴清德近伴出來 跟媒體回應 說又出現了典型的 時空錯誌遏止抹黑的訊息 講的是什麼 講的是昨天在臉書上投 這個不禮貌鄉民團 他們提到一個案件 說2008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曾經有兩個 兩個少年 他們那個時候開車 涉嫌衝撞遠景 事後有一名男子 他是直接 因為警方當時就被衝撞 所以開槍造成他身體癱瘓 所以事後還要求國賠 那個時候陪他們一起開記者會的 其中一個人叫做賴清德 但是後來在這個案件之後 被發現說其實這兩個少年 他們還曾經犯下了性侵殺人案 整起事件現在在網絡上面 如果要知道詳細案情 大家可以Google查一下 可是當年賴清德出來 幫忙開記者會 要國賠這麼一件事情 現在整起案件的大家在問 賴清德你當時知道事情原委嗎 你知道你這樣做 是真的還是錯的嗎 好 目前郭亞衛 就是他們進辦的發言人 就直接講了 說這個是遏止抹黑 故意顛倒事件順序 那個時候賴清德 基本上他就是港團幹事長 所以他就是出來幫忙開記者會 他沒有為陳情仁提出要求國賠 即便那個時候記者會的標題上面 寫著是要求國賠 好 所以布林茂商民團就講了 自己寫的都是事實 那事後呢 他們也再次的來強調說 現在沒有想到會引起賴清德進辦 這麼大的一個反應 可是其實講到這個 布林茂商民團 如果你記得的話當年賴清德在跟蔡英文 做初選的時候 那個時候他不是很有名的嗎 拜託蔡英文你的網軍 不要再來打我嗎 裡面其實也有講到 包含的應該就是誰 就是不禮貌鄉民團之一 他就很直接講 他討厭賴清德初選的時候 出來製造危機 這一件事情當時也參與在其中 現在又出來 為了到底是哪一樁呢 其實在這起事件當中 大家想問的就是 事情有的時候原委說清楚 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 說清楚就好了 而黃國昌最近也出來 跳出來講的是 當時幫這個 無乃人台塘案擔保的賴清德 現在你要不要出來說句話 原因是因為當年 你說你用你的政治生命 幫無乃人擔保清白 後來無乃人被判刑確定 那你現在要不要履刑承諾呢 到底賴清德的政治性格 是不是能夠還原他原本的賴清德說的話 然後來對現在的 現代賴清德 對過往的賴清德來做負責 這麼一件事情 大家就想問 還是說每一次賴清德都一定沒有錯 好 目前其實這一些 不管是藍或綠 大家都想對此來提出質疑 至於柯文哲 現在則是打藍又打綠 因為來看到的是他現在最新提出 去中化的一個回應 就是表示 不希望後代搞不清楚張飛跟岳飛 因為他不管怎麼樣都覺得 完全跟中華文化切斷就是怪怪的 而且還提了 馬祖關公是外省人讓街進黨轟 這樣的一個講法就是刻意分化 製造對立 但是你也會發現 最近的柯文哲跟以前不一樣 因為本來他胸前的這個徽章 是科批 就是KP 現在發現他竟然都在帶國旗徽章 據說這個就是韓粉給他的建議 甚至這一位民眾黨的中央委員 還預料 還預言預告 說之後民眾黨團會全力來支持 韓國瑜當立法院長 其實在這一次的選舉 就很多人在講 他除了打藍打綠之外 力道其實不一樣 因為跟藍的部分 在基層還有所謂的藍白河 譬如說禮拜六 現在不但是韓國瑜 要去幫蔡壁爐廟口開獎 科批也已經告訴大家 他會出現在現場 可能又是巧妙同場 但是打藍的力道還是要有 而且要顯現出自己的專業感 包括什麼 包括現在開始在罵內湖的交通沒救 說蔣萬安果然不行 包括說葛萊怡 現在侯友宜 誤放了他的照片 把人家給惹生氣了 但這件事情他就稍微幫 侯友宜緩夾了 說其實跟美國人交往 常常會不小心踩地雷 所謂的八分打綠 兩分打藍 其實為的是什麼 除了兄弟登山各自努力之外 最重要的還是中間選民 還是這個比較先前 淺藍一些些的選民 希望他不要走得太遠 但是又要固守住 自己年輕選票 那些可能是相信自己是 升率選票的這些意見 到底怎麼樣才是柯文哲 目前的打法 回過頭要請教亮哥了 現在不禮貌聲明團出來 報了這樣子的一個案件 讓過往立委賴清德 他所作所為再次被檢視 這個時間的順序 其實你現在去講 大家也不關心了 那麼久的事 2008對不對 不過你有沒有發現 你這張圖上面有 五張刻P的照片 對不對 所以都是他的新聞 表示他這個左右開工 佔據了很多新聞焦點 不過你可以看到 他大部分是在打綠 其實打藍的比較少 這個可以理解 因為民進黨是執政黨 國民黨有什麼好打 國民黨是要打古董 對不對 民進黨是現狀 我覺得民眾黨 尤其是柯P跟黃國昌 他們打綠真的 比國民黨要精準 而且講話也比較到位 因為他們比較了解民進黨 說實在 不要用柯P講 台獨今孫 他就說你哪邊的台獨歸順 這句話我大概會記一輩子這樣 就很容易記 這個就是講話 這個就是民進黨式的思考 就這樣給你吐回去這樣 侯友宜這方面 真的就比較少 趙昂康那個是新黨式的思考 所以我覺得他們坦白講 也互相認為彼此是對手 這個意思就是說 民眾黨目前柯P的票 很可能大部分就是中間選民 柯粉 另外很可能很多都是從綠過來的 藍的大部分都歸對了 那這意味著什麼 就是柯P現在的這些支持者 這輩子搞不好很少人 有投給國民黨的經驗 你知道吧 所以國民黨你看那個 講話也很一致 那個侯 趙還有朱立倫 都說我們不會回柯P 兄弟跟山共之努力 柯P你就打沒關係 我們不會回你 可是賴清德那邊就非常在意 為什麼 因為 我認為民進黨那邊 大概也發現 他這個要把他的綠粉召回 他們之間的票是流動的 所以未來柯文哲跟民進黨 互打會占很大的文宣版面 因為他們之間 真的選票有互留這個現象 國民黨坦白說就有點差不上 國民黨可能去打 民進黨 可是你只要發現 民眾黨介入之後 新聞就變成民眾黨的 我覺得賴清德的故居 是最明顯的 你看國民黨打多久了 那黃國昌一打 新聞就變成黃國昌了 他就是真的比較會打 就打到要害 那些資料也不是說你調不到 他就是厲害 我說實在 這一點必須肯定他 好 來 請教任君哥 民眾黨到底是幾分 打綠 幾分打籃 如果要八分打綠 兩分打籃 那幾分拿來做發展 因為我們以前大家最熟悉 什麼七分發展 兩分應付 一分抗子 你告訴我說 民眾黨現在在發展什麼 所以最近的民調 當然我認為就是說 柯文哲的整個民調起伏的上下 到現在為止區域叫做穩定 這個穩定對民眾黨來講 第一個我如果從數字上面 單純來看的話 對民眾黨來講不見得是 好的一個現象 因為你四年前沒有選總統的時候 你的個人的制度 基本上也是這樣子上下震盪 然後衝到這樣 你現在經過四年 有政黨組織之後 你的發展能不能讓大家 從原來的單獨的個人崇拜 或個人的粉 轉成叫做對政黨的支持 這個會在民調上面 我認為還是會有一個趨勢的出現 所以現在柯文哲 當然他的整體的策略 國民黨當然不會去回他 因為如果我今天設定我的主目標 是要下架民進黨 因為這個是最早 柯文哲跟國民黨的一貫的論述 我在這個階段 尤其到選戰剩下 近30天左右的時候 我一定把主目標對到民進黨 我何必去跟柯文哲對 因為我們目標都是要這樣 你去跟他對了之後 只是會讓有一些的遊離者 可能當然選票 我認為到目前為止 還是會有流動 但是陳如剛剛會問哥所說的 一個月就是你之前跟現在的 基本上這一段時間裡面 大家都維持在平盤的狀態 所以那個流動的量 還會到多大 柯文哲現在去打國民黨 對民進黨來講 當然會有點壓力 為什麼 淺綠的 可能會因此而覺得說 柯文哲你OK 那我沒有那麼喜歡民進黨 好吧 我就去投給柯文哲 不管你是基於什麼心態 或者什麼心理 這個流動對民進黨來講 是有壓力的 所以現在看起來 柯文哲當然很清楚的知道 就是說我去打綠 那我去打綠的時候 有沒有真的能夠拉到 國民黨的票 我覺得這就會回來看 到目前為止 柯文哲還是認為自己的 年輕的選民是 來得比其他人有利 他自己的內部是這樣認為 可是這種所謂的年輕的選民 我覺得他有一個很大的壓力是 這種投票的熱情 會不會被激出來 也就是說如果他沒有 被激出來的時候 那就以前傳統的 我們在講說看這個 所謂的投票結果上面來講 如果投票的情況沒有很熱烈的時候 這一群的族群 即使他在民調呈現了反應的制度 是高 可是他如果沒有去投票 對於你在民調覺得 我佔有優勢的人 其實那倒作反而會變成你的劣勢 所以現在看起來 柯文哲有點混... 我認為他的戰法有點混亂 你說他打綠嗎 他一邊又講說沒有 我是綠的 然後再回來講說沒有 你賴清德 你要解釋清楚 你跟蔡英文路線不同 你也很少看到他黨的人 去罵人家政黨說 你的路線不同 你出來解釋清楚 這也很奇怪 他一面又說 他之前想跟國民黨合作 但現在又講說 你國民黨你又紅又這樣 他又去到處扣帽子 又覺得說你國民黨 這個不OK 那個不OK 你今天到底是在打 還是在拉 所以我剛剛的問題就回到了 如果你的戰略是媒體這樣揣測說 你八分要打 力量要打來 你到底放多少的力量 去發展你自己的組織 那才會是未來 不管是這一次選舉完之後 你在兩年之後的 現實總統選舉 或者在四年之後的總統大選 那個才會是你的本命 不然的話你這一塊 你永遠都還活在 個人崇拜的這個狀態之下 那個其實對於政黨的發展來講 我不認為會是一個好的事情 就是如果把它基本盤 整個框出來 讓在這次選舉當中 更明確一些些 來請教輝文哥 我們任俊兄是資深的黨政記者 亮哥當過十年的立委 我們這個燕穎以前跑過過新聞 也是資深的媒體人 我請問三位 立法院長能夠做什麼 我也不是很理解 所以我對韓國瑜的 最高標準的期待是希望說 明年的31天之後投票投完之後 韓國瑜就宣布請辭 把他不分去第一名的位置 讓給第十幾名的國民黨 要地補的那個禮讓給他 然後不必去 他也不必去當那個什麼 不分區立委或是什麼 當立法院長 這樣就不會被人家消費了 你看這個 現在政壇就流行這種回力標 柯文哲批內湖的交通 高家瑜說柯文哲最沒有資格 高家瑜你什麼好意思 你是內湖唯一的立委 內湖塞車這樣子 你有什麼資格講別人 那你又做了什麼 你以前是內湖的市議員 現在是內湖的立委 內湖塞車都跟你沒關係 你還有空講別人 昨天 因為這個 亮哥對黃國昌過癒了 他批賴清德 說什麼賴清德有十二護法 他們喜歡做這種圖 這什麼性潮流的這些人 我跟你講那種回力標 就跟高家瑜的回力標一樣 馬上就有黃國昌的十二小弟 黃國昌這個就是 就是都是民眾黨的 這個都是黃耀在柯P旁邊的人 其實嚴格講起來 這十二個黑金錢科的人 不是跟著黃國昌 是跟著柯文哲 所以才會被人家講說是民眾黨 他連幫派都不是 因為這個其實在江湖上 你要跟國民黨的牛鬼蛇神比 這些都是小咖 他們只能叫做堂口 這個還不能叫幫派 這種東西我告訴大家 就是我剛剛提到 這個所謂的這個 就是說有韓粉要投科 我實在是很難以想像 觀眾朋友 你想想看黃國昌 當年是怎麼追殺李嘉芬的 連李嘉芬的爸爸 之前的那個 租那個沙石場的用地 黃國昌都不放過去追殺 黃國昌是什麼羞辱韓國瑜 你看那時候 柯文就是怎麼黑漏黃國昌 他一個敵五個 把民眾黨現在這五個立委 都站在頭上稱讚黃國昌 然後兩個還這樣子 這樣收聽 就黃國昌這樣子修理韓國瑜 然後你跟我講說韓粉要投科 你是真韓粉還是假韓粉 那韓國瑜支持誰 韓國瑜總統支持誰 他當然支持侯友宜跟趙少康 那你現在說我是韓粉 我買幾次科 那你就自己逐出師門就好了 你怎麼好意思還自稱你是韓粉 你喊什麼 你喊什麼 你也好了 不要在那邊欺騙社會 你看現在風向不對 你要去投靠柯文哲你就講 對不對 那為什麼要掛著韓粉的名號 能騙就騙 能拐就拐 韓國瑜他現在 當然是國民黨的不分區地名 他當然支持國民黨的正副總統 這還要講嗎 還有什麼你要支持柯文哲 你要支持柯文哲 我絕對不罵你 我跟你講柯文哲一定能夠拿到幾百萬票 難道我要罵幾百萬人嗎 但是請你不要再掛著韓粉的這個名稱 韓粉它是一個形容 他拿什麼黨 每個人都可以說他是韓粉 你也好了 不要這樣子消費韓粉這兩個字 不要這樣踐踏韓國瑜 我們先進一下廣告 廣告回來繼續來說